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就是鱼龙喀什河 地球上面最贵的一条河流 河田鱼的资料就产自于鱼龙喀什河里面 来自于全国各地人都在里面逃跑 世界上最贵的河流 虽生出无数财富传奇的玉石巴扎 也吸引着无数敏锐的淘金者 这里是新疆和田的玉石巴扎 历史上河田就是玉石的重要产地 但玉石巴扎要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才形成规模 后来又几次先制 无变的是摊位上离朗满目的玉石和人们追求财富的肉体 这个食堂七度百度最好食堂这个 这个一百多万的食堂 摸得很舒服 很舒服 你摸一下吧你看 摸一下都很舒服 你摸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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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缘绿这些 你摸一下 直播风格我们赶上了 我们早上起来就是先逛巴达买料 看完没有新料的我们就回来直播 多少斤半斤的钱 九千五八的钱 多少斤真钱 五百斤真钱买不买 浴室的讨价还价简直就是一场战争 需要掌握各种计谋 即使是陷入僵局 还有可能一举反杀 作为一个老手 李和平已经深谙有些规则 我说你给不给我吗 一万七给不给我 给了我面子给一个 我们孩子好朋友呀对不对 这个一万七给我了 别人的草丸吓的话就是我耳朵拆就了 这一万八给我了行了 面子面子面子 一万八 真的不行啊 送一东西给我 送一东西给我 两千块钱吧我给了 送一东西给我 认真查看 仔细打量 资助比较 律师巴扎 财富传奇的舞台 大多数是做直播都是做三料的 然后刚开始就可以 第一天开播就卖了一万多 今天三料框也没挖啊 今天估计很难啊 那个叫月夜相遇啊 白雷的价格没有 沙岛青 碧雨 黄河 桃花雨 然后白雷 基本上都有 通过直播的人 很多人了解到河田鱼了 都想买 然后其实河田鱼嘛 也没他们想象中那么贵 以前通过商场呀 其他频道河田鱼贵嘛 现在通过直播 就是说河田鱼 没有他们想象中那么贵 所以说现在 就直播声音还是相对来说 比较好的 想要抓住风口的人 还有很多 每晚九点 日光下的露天巴扎结束了 灯光下的网络巴扎 紧跟着顶飞起来 在河田的直播大厅里 只需要一部手机 一万块钱月租 一瓶里的直播柜台就开张了 青花山料磨光炸 河田鱼青花山料磨光炸 120块 我说个价 1200块 1200块 相比于白天动辄上万的巴扎 网络巴扎上 就有更多简陋的可能 直播间里的人更多是来感受 讨价还价才能决定 张网络巴就是白菜价老婆价和银子老价 来八十米要了口八米要得过 三二一要三米要过 来一百米要了口一百了 三二一零零 没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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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五一百八不给过 两百不给过 这多少钱这个 三千八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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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翔 我靠想你了 爱你 老老大 对 考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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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了解吗 缘分 缘分 缘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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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叫缘分 你又黑我了 我这个 我爱你就是永远都爱你 赶快 赶快 赶两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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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千五 四千五 都已经回去吧 四千八 能买都买 不能买好喜 五千五千 你就赶两百我赶两百 五千 五千 你赶两百我赶两百 五千 你赶两百我赶两百 这才给面子呢 这才给面子呢 网络拓宽了巴扎的边界 甚至在疫情肆虐的时候 这里通过网络直播的交易 依然火爆 通过网络 许多人练就了一双贵眼 所以说你看这个网络可以看出来 看这个网络 看这个网络 咱们还有没有讲看话呢 三 二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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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竞争激烈 想要站完脚跟并不容易 做自己的货 连货品要过硬 货源就是优势 每天早上 李和鸣都会去巴扎上仔细打量 每一块石头都可能是机遇 75万是吧 嗯 黑青 手机弄有没有 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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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稍微地吗 正记行喽 好吧 五百 整记 好 三千五万这个石包玉 我们拿上去看一下 待会随便闹看一下 所谓石包玉 就是在石头的外表里面 可能藏着一块純净的玉石 那样的话可能就转起来 也可能里面就是一块碗石 花掉的钱打了水漂 你看那料怎么样了 起开 里面有肉 里面有白肉吗 有可能里面有白肉这个料 白肉则是指石头里藏着的白玉 而青肉就是指青玉 是衣小博大 还是希望落空 答案马上揭晓 清白肉啊 挺好的 浴室生意一半靠眼光 一半靠运气 这一次他读盈了 里面的肉比较干净 而且比较细 三千五百块钱就很便宜了 这个料做一个挂件 也有可能就卖回来了 今天我不是签了一块石包鱼吗 签了给你们再看一下 那我给卖到了 卖了一万块钱 我还很开心 在浴室八扎上 李和鸣并不是单打独斗 妻子李宝珠是他的合作伙伴 他们最早就是因为浴室而相识的 我老婆主要管经营后来的售户 我跟我老婆当年是我们一个卓狱的姐姐 关系很好的 就认识了 现在我认识了 也没告诉我说是相亲 我就去过去吃饭去了 印象很深刻 因为她普通话不是很好 我就感觉这个子不高 好黑 她还黑亮黑亮的 就特别黑 然后声音不好听 她不属于谈恋爱的人 你要跟她谈恋爱 能被她气死 一点都不浪漫 然后她就一直在扶持我工作 然后我们就一起来喝甜了 然后就结婚了 她是把我骗过来的 因为我没来过和甜 但是我那时候想 我做和甜玉的 就应该到一下和甜玉的发源地 请玩几天吧 玩一个星期 来看看结果就不让走了 然后就留下来了 但是来这边以后我们发现 这个巴扎很大 而全国各地的浴室商人都会到这里来 包括旅游的人 发现气氛也是比较好的 而且来和甜 大家都是那些努力生活的人 那个叫月夜相遇啊 百类的价格没有 来到贺典已经从18年到现在了嘛 2022年了 达了四年了 没有业余时间 清花我觉得这个挺好啊 这个 这个清花真的棒得很 3500这个 你买不对就麻烦了 他现在还好 一周还能休息一天 他一个月都不休息一天的 我还偶尔就去市里面 我逛个街 我买件衣服啥的 我老公一个月他勾结他都不踏出这个郁渡城 这样子 他就在这里面 然后直播完以后 然后大概从7点半开始我吃完饭 吃完饭我就开始做加工了 就订一订加工厂 大概10点半我就接着直播 播到1点钟 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 直播的话大概八九个小时 因为我们团队也说多也不多 也十来个人了 加工厂也有五六个人了 也带动身边的一帮朋友们 干一件自己都想干的事情 带帮身边的朋友都能够挣点钱 当然是想让我们过上好的生活 毕竟现在也成家 有孩子了 而且二宝也有了 所以他这么努力 也就是想让我们以后自己的孩子 包括父母 都能过上好的日子 在这个地方我们见了形形色色的人 经历了我们人生中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折也是 而且完成了人生了两件大事 结婚生子 在这边也是我跟老公创业 这边见证了我们的成长 永远不会忘掉在和田的这个生活 财富从来都不是最终的国土 所有奋力的追逐 都是为了导臨 生活的力量